再来关心破案的消息 河滨岛平易路菜市场 最近出现了一名窃贼 专偷瓶瓶罐罐 不少摊商早上做生意 发现沙拉托罐及酱油瓶 全都不见了 根本没办法做生意 经过报警 警方调阅监制器画面 终于抓到了这名小偷 竟然就是每天 在做资源回收的妇人 老板做生意做到一半 准备洗碗 却发现沙拉托不见 要烹调时 酱油等调味料通通不见 让老板气急败坏 和平岛最近出现一名 专偷瓶瓶罐罐的窃贼 摊贩准备营业时 却发现装着酱油等调味料的罐子 通通不见 店家一头雾水 报警后调出监视器 发现窃贼 竟然是和平岛当地 做资源回收的妇人 后面的一个面摊老板 来我们这边报案 他表示他这个店面的 沙拉托等等清洁剂 不翼而非 那当时我们调阅监视器之后 得知是这个从事资源回收的妇人 他除了将周遭的 这些屏幕罐罐回收之外 连这个店家的老板 他的这个沙拉托 清洁剂等等 他都把里面的东西给倒掉 然后再把这个罐子当成空瓶 拿去资源回收 然后变卖 那这个部分其实他的行为 已经构成窃盗罪 警方调查 夫人在平常是做资源回收 但当天认为数量不够 竟然把歪脑筋 动到摊犯身上 老板说 几瓶的调味料 算一算成本也要上千元 通通拿去倒掉 实在可惜 尽管摊犯事后不打算追究 但窃盗罪属于公诉罪 警方证讯后 还是将夫人含送法办 记者黄少铭采访报道